大家好,我是杨 在我们的人体有六个窝 分别是两叶窝 两肘窝 两腿窝 这六个窝在人体关节的内侧面 四肢褶皱的部位 在人体气血不畅时 就会在这些部位形成瘀质 这期我们就来分享一个通过拍打六窝 来疏通经络 排除毒素 增强人体免疫力的方法 首先来拍打两个叶窝 两叶窝有四条经脉经过 分别是肺经 心包经 胆经 和心经 肝有鞋 矩于两叶 使心经受损 平时我们所说的气急攻心 实际就是肝火滞留于两叶 组织了心经气血的运行 拍打的时候 手臂举起 手放于脑后 另一只手五指并拢 手臂微微拱起 适度地拍打叶窝的正中间 两叶窝都要拍打 各拍打三十下 在叶窝下有个集权学 是解育大学 如果人经常郁闷的话 就有可能在叶窝下长出一个包来 这是心气被预制的现象 下面我们来拍打两个肘窝 肘窝是心经 心包经 和肺经经过的地方 心肺鞋 聚肘窝 如果心肺方面有问题 在肘窝的部位 摸起来会有一个痛点 有痛点 就证明这个地方有鱼足 也就是说 鞋器滞留在这里 我们可以用简单的方法 就是拍打它 使鱼鞋散开 拍两肘窝 要把手臂伸直 另一只手五指并拢 手臂微微拱起 适度拍打肘窝正中间 左右各拍打三十下 拍完后 肘部会有发热 酸脏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再拍腿窝 肾有鞋 留于两国 裹窝就是腿窝 裹窝主要有膀胱 肾两经通过 经常拍打 对于腰背痛 足跟痛 肾脏问题 都有很好的防治作用 同样也是拍打三十下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这 有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 我是易阳 咱们下期见